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一個空彈 發生空彈之後 所有人在飛機上的 都離開了這個世界 過不久呢 有一個人選擇 說他們來買了機票 準備要坐這個飛機 他聽聽的聲音告訴大家說 不要坐這個飛機 所以呢 他就逃過了這個空彈 就有記者想要去訪問他 聽到神的聲音 神告訴你說 不要坐這個飛機 他說是的 神告訴我 不要坐這個飛機 因為我裡面不平安 覺得很黑暗 這個記者呢 就為了一個 可能我們每天都會問的問題 那個記者就說 神只告訴你嗎 因為很多人都在這個空彈裡面 失去他們的聲音 這個人想了一下 在金融面前 歡歡地對這個記者說 我相信 神 對每一個人 都說了 但是只有我聽到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災難故事 非發生不可能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讓神有理由 來祝福我們 來幫助我們 第三件事情 就是 我們需要有足夠的禱告 我們才能夠看見神 藉著我們 要成就的事 我們先說 第一件事情 災難 不是非發生不可能 Amen 在 一旦之下 第七章 十四節 我們說到 這稱為有名下的法性 或是自卑 或是禱告 或是尋求而免 或是離開他們所行的惡 那個結果是什麼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那個結果是什麼 神就後肯不將所要講的 再怎麼樣 講在他們的中間 並且還要一致含的地 為什麼會有發生這樣的現象 因為當我們沒有活在神的旨意裡面的時候 事實上 那個世界 萬物都在探襲了我們 因為 神的百姓 神的重子 沒有顯現出來 當 神 在這個宇宙中間 有祂特別的旨意 有祂特別的原則 你若是在這個原則裡面 你就想 你若是違背了這樣一個原則 你就要找得難處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 如果 901 在發生之前 在這個地方 有些人請來問 這邊是一百九 讓那個地方 有一個不一樣的空氣 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現在你有點累 你覺得901會發生嗎 我相信901不會發生 我相信901不需要發生 如果 我們 在神的面前 給神機會 來 祝福 我 我有一個朋友 雙朋友 其實也是距離蠻遠的 他八十多歲 是一個西方人 他宣稱 他能夠看見他的 Guardian Angel 你一定會想要跟我要電話 打電話問他 有些inside information 那他可以跟他的Guardian Angel 有一些對話 那我現在要說的事情是 這個對話 得到的information 不是Origin的 不是有聖經的那個 權威型的 不是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參考 他說的不是每句話 我都相信 但是他說的這件事情 讓我很深刻的思考 當901發生之後呢 他就問他的Guardian Angel 譬如說 Angel Precious 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 901發生的時候 神災難 為什麼神 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個Guardian Angel 他的回答 是原理超過我們所想像的 因為我們只想要一個答案就是 如果神是慈愛的 他為什麼容許這樣一個災難發生 如果這樣的一個災難發生 神還能夠說他是慈愛嗎 這是你的問題 是不是你旁邊人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 那我們只希望說 我能夠認識這位慈愛的神 我能夠經歷這位慈愛的神 我卻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變 今天大部分都是如此 他的Guardian Angel 叫做Precious 他回答的是 當這件事情要發生的時候 其實靈界裡頭都不知道 但是神的使者束手無策 因為在那裡的人 沒有給神祝福保守 使災難不至於發生的機會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裡的人心中所想的 是我怎麼樣能夠關下別人的公司 那裡人所想的 是我怎麼樣在這個Deal 在這個聲音裡面 精彩的多賺一些 那裡人所想的是 開頭背頭就是Cursed God 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要看見神在那個地方做事 你得給神做事的理由 當時 九一發生以後 我不曉得你們 你們 一定知道當時你人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人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太震撼了 禮拜二發生這件事情 禮拜三禮拜天 所有的教會都做滿的人 然後呢 主任講台上面 每一個傳道人 都會提到這件事情 禮拜一出來的報紙 就是某某人說 某某傳道人說 這個是神的審判 某某人說 這個災難是因為人犯罪的結果 當然 這些記者 描述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為了要來 抵擋這些傳道人 他們所傳講的信息 因為他們不希望做任何的改變 他們還希望能夠用 抱一位慈愛的神 可是他們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變 你若是不改變 你就不會看到不同的結果 改變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過去沒有任何的改變 你面對這樣一個結果 如果你不做任何的改變 你會面對同樣的結果 這件事情是蠻恐怖的對不對 如果我們開始改變的話 我們就可以面對不同的結果 阿門 感謝主 我們怎麼樣改變 所以 在聖經裡面 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一段記載 這段記載 是 當時 耶穌升天之後 卻要被經歷很多的興望 可是 希律王 他覺得說 殺害 殺害基督徒的領袖 有票房 有人投他的票 所以 他殺了亞歸 他準備要來殺彼得 所以他把彼得 下在監牢裡頭 當他把彼得 下在監牢裡頭之後 之後呢 教會 就為他 破切的禱告 有人 形容這樣子一個 破切的禱告 叫做 足夠的禱告 什麼叫做足夠的禱告 因為教會都破切了 也會是 Fervent 為彼得 為彼得 在禱告 禱告到一個地步 神聽不聽 神聽了 神聽了以後呢 可是他們不知道 神已經聽了 他們還在禱告 那個叫做足夠的禱告 Amen 所以彼得從監牢裡頭出來 然後他想想說 你為什麼現在在這裡呢 他原來面對的是 明明可能會失去他的生命 沒想到 他站在大街之上 想想 他就到那個車身的馬可 里面那個地方去 那裡有許多的經驟 他就在外面敲門 有一個師禮來 叫做羅達 開門 看見彼得 不要把門關起來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跑到裡面去 告訴大家說 彼得站在外面 大家說 你瘋了 你看到的是他的天使 然後他們繼續去禱告 這個叫做 足夠的禱告 Amen 我們需要有 足夠的禱告 今天兄姐妹 今天我們在 遇到這個地方 不是偶然 Amen 你的鄰居在這裡也不是偶然 Amen 你的前後所有的人在這裡 都不是偶然 神特別的職業 我們其實在這裡 會負有一個責任 我們需要現場 足夠的禱告 好讓神能夠來做事 記得代替你的禱告 代替你 他為了要有 他為了要能夠明白 將要變成的事情 他就在神的面前禁食 他說美味 沒有入我的口 他有吃酒肉 他就是沒有 沒有把很美味的東西 當作他生活裡面的必須人 專心的要來尋求神的事 他用了多少時間來禱告 Amen 多少時間 你們知道 三 三個情節 Amen 感謝主 感謝主 你幫忙神祝福你 三個情節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有個天使造訪他 把許多的情勢打開 讓他能夠看見 讓他能夠知道 但是這個天使告訴他一件事情 其實讓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 當你禱告的第一天 神就叫我來 Amen 大家記得那個故事嗎 他一禱告 神就聽了 但是聽跟道 中間差了三個禮拜 親愛弟兄姐妹 其實我要提出來的就是 我們不但要足夠的禱告 我們要很久的禱告 持續的禱告 親愛弟兄姐妹 我們欠紐約一個禱告的一個團體 我們欠紐約一個禱告的一個族群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被神拆開來附贈 被擺在這樣一個城市裡面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的境界 將要不改變紐約市 如果我們沒有進我們的責任裡禱告 紐約因此遭遇更多的男主 親愛弟兄姐妹 你看我 我看你 我們有責任 Amen 我們需要為這件事情 附上主動的禱告 若干年前 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新聞 那個新聞 對我來說是相當的震撼 講到有一個人 他為了偷電線 然後呢 他緊錯了電線 結果在電線桿上面電死 然後呢 就被掛在電線桿上面 有人照上起來 看怎麼電線桿上 還掛到一個人呢 然後呢 報紙的標題是 錯誤的選擇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他的錯誤是在什麼時候 在緊電線的時候 對不對 他撿錯了那根電線 因為這些人 他們為了要偷電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吸毒的人 吸毒的人呢 就撿一些電線去賣錢 他就可以呢 打一陣讓自己快活一點 那他們事先都已經想好了 哪一根電應該是沒有電的 所以呢 撿著那根線 再撿著一端一端 把它捲起來 就可以拿去換錢 能夠來享受 他身邊裡面那個虛壓 但是他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 撿錯了電線 那我想要問各位的就是 他是在撿電線的時候錯的呢 還是他決定要上去撿的時候錯的 還是呢 他被迫必須要靠著撿電線 來過他的生活 這件事情是錯的 還是之前呢 在他的人生裡面 做個虛虛多虛虛多 錯誤的決定 一錯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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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在電線桿上面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們都被神賦予一個選擇的一個自由 今天我們可以選擇 離神遠到距離 我們可以選擇 足以國不要改變 我只要跟弟弟是慈愛的 只要跟慈愛無關的事情 我應該不接受 這是一種選擇 那親愛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們開始做另外一種選擇 我們讓祷告成為我們的生活 我們開始祷告 我們開始尋求神的面 我不曉得這位姐妹有沒有在我中間 她有一次告訴我一件事情 其實我心裡有滿震撼的 她說有一天她突然覺得說 她需要早上清晨起來祷告 騙查紐約地區華人教會 她不知道哪一個教會有成道 罪惑被迫她必須要去參加一個 韓國人教會的成道會 那她心想五歲五點半之後 大概沒什麼人 門一打開走進去 嚇了一跳 裡面幾乎坐兩三百人在那個地方 大家在那裡破戒的來祷告 他們一個字都聽不懂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還是他在那個地方 向他們的神祷告 也是向那些韓國基督徒弟兄姐妹的神祷告 後來她告訴我這件事情 那我也跟老牧師分享 因為教身過去一年多了 有所謂的清晨牧羊 那開始的時候 負了很多的代價 但是後來發現 參加的人並不是很多 對很多人來說 那個時間是不方便的 對很多人來說 還有更多其他的選擇 對很多人來說 每天早上 把她一天的時間 一天的腳步 定準在神面前 或是她最高的原則 才弟兄姐妹 四個禮拜二開始 我們再重生 重新開始 再出發 我們時間在六點鐘到七點鐘 有一段時間 我們一起來禱告 才弟兄姐妹 你相不相信 若是我們會開始 附上諸貨的禱告 我們給神理由 祝福這個地方 我們相信所有的災禍 如果都是有用禮拜二 你不知神自己的話 就是說禮拜二是禱告 災難就不要發生 我們做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不會再有救的原因 阿們 感謝讚美主 我相信我們神 祂把禱告的全力賜給我們 好叫我們 能夠改變我們的現狀 我相信神 把我們每一個人 放在紐約 我神特別的指標來成就 感謝讚美主 阿們 我們基地都祷告 恩主願你好 神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主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很困難 很困難的每一個人的答案 主要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的固標是什麼 我們希望看盡的是什麼 就像師哥所說的 祝我會為你來 但是主我們今天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每一天都有我們自己 主需要去承擔的責任 需要面對的難處 但是主 就能使給我們智慧 不叫我們在祷告的事情上 可以一切你的榮耀 不叫我們忽略的祷告 使得主你的祝福不能夠領到 主要不叫我們忽略的祷告 那個災難不得不來到我們的中間 主求你聯名我們 主求你與我們同在 謝謝主 道康風 耶穌基督的明確 Amen 謝謝主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